你覺得通脹見頂沒有 以及高通脹這個情況會持續多久 我們講過強調很多次 通脹見頂和高通脹的狀況 你一定要分清楚 即是你在經濟學家上面 他們一定會叫通脹見頂 因為油價簡單來說 你剛剛說的 例如能源價格今年升了四十幾個% 就是接近五十個% 問題不會每年升四十幾五十個% 未來的升幅放緩 通脹就是有機會見頂 即是說CPI的升幅 不會長期處於八九個% 每年都八九個% 有甚麼可能 但問題就是高通脹狀況 即是物價高期 會影響經濟狀況 或是能源價格 可能以油價為例 會站在一百元上多久的時間 就預算比較長 你要記住就是現在的通脹問題 聯儲局我們經常都說雜無旁貸 即是上年不加息 導致現在的東西很容易炒高 上來 這是其中一個責任 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就是貨局洗的人 通脹的問題上 主要帶來兩個食品 和能源各方面 所以這一刻看CPI 你都不會只看核心通脹 即是說能源和食品價格 整體CPI都很重要 你見到近期美國那些政客上面 特別政治立場上面 即是說裁長 即不是說聯儲局官員上面 他們對通脹那種說法是很強硬的態度上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一刻 很多能源價格 食品價格上面 真是影響當地的人的生活上面 所以政客上面特別來的 議會投票之類的政治問題上面 會比較強硬 會有很多聲音 會繼續逼聯儲局進行一個比較劇烈的解釋動作 你就會說不關聯儲局的問題 但問題是政治的東西就是這樣 即是聯儲局來的 其實就算怎樣加息也好 就算它一口氣價一哩上去 那個通脹也不會突然一下子康復 加息只會令到整個經濟雪上加霜 所以說一個循序漸變的加息 是聯儲局期望想見到 但是昨天星期五 出現美國經濟數據之後 市場就開始想 九月份有沒有機會一口氣再加 四分三厘 或者繼續加0.5厘 用一個比較激進的加息行為 市場就是在想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星期 為什麼市場會很關注聯儲局議息會議上 就是這樣 除了今次和下一次 即是六月份和七月份加0.5厘 這個就一定的了 利率期貨都顯示是約100% 但是之後會不會更加快 或者每次加0.5厘 繼續這樣延續下去 聯儲局會不會將利率去到3厘 甚至3.5厘左右 這些就是市場關注的東西 而美國的十年期債息 也在反映這個狀況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來看 我們來看